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5月1日星期六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特區政府昨天宣布了 要求全港37萬的外傭 要在5月9日之前 完成強制檢測 而且當局還計劃 要求那些約滿後要續約 或者更換僱主的外傭 在申請簽證的時候 新增附加的條件 就是規定他們必須要完成接種兩針的疫苗 才會獲發簽證 那就是局打 第二宗消息 有酒吧業的人士 滲到樹葉都落 說他們的業務重開以後 可以說是門可羅掌 而且他們的生意 就被某一類的餐廳搶了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特區政府 怎樣 為那些外傭 作出新的安排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智光就說 現在平均每日 都有大約500名的外傭 約滿 當局在計劃 要求那些要續約 或者是 轉換僱主的外傭 申請簽證的時候 就加上一項的條件 就規定他們必須要打齊兩針的疫苗 至於 在外地來香港那些 由於他們接種疫苗 才來的時候 就會有困難 本港 越洋運輸疫苗 去給他們接種 也是不可行的 即是 新的那些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來 現在在香港那些 基本上要局打 因為你一約滿 他加過這個條件上去的時候 你不打就只能撿包袱 所以是局打的 好了有記者就問羅智光局長 說這個措施 會不會成為了強制個別行業 雇員打疫苗的先例呢 羅智光就說 外傭的情況 跟香港居民的實際情況是不同的 所以 他們打疫苗在防疫上 就有必要 你叫外傭打就好了 你不要叫香港人打 剛剛才 而且 你強制那些外傭在續約的時候要打疫苗 都會引申出多少的問題 比如說 如果 那些外傭 他打完疫苗之後 有些什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到底 責任是歸誰呢 是他歸他自己 國安天命 還是僱主要上身 這些都要說得很清楚 你要使得那些僱主 都要安心才行 對不對 你至於外傭打不打呢 我認為那些外傭都沒什麼可以怎麼選擇 不打他回歸都是沒什麼做的 很多應該是會打的 欲除針板上 但是就必須要釐清 一旦有什麼事的時候 到底責任是歸誰 因為這件事 我看到在網上 不少有請外傭的僱主 其實他們都關心這件事 還有就是 羅志光局長 不知道他是不是對答技巧有多少問題 他說話的時候 往往就不是很顧受眾的感覺 比如說這次 你強制那些人續約的時候要打針 那你就好聲好氣地說 反正那些外傭都沒得選擇了 但是他在記者會上就提到 說外傭接種疫苗是工作簽證條件之一 他不覺得這是一個苛求來的 外傭呢 就可以選擇不來香港做 喂 那就不用說到這樣是不是 都會被打的 因為他不打的話 他也要扯的了 當然啦 有部分人可能他年紀 有差不多的 他對於打疫苗是有憂慮的 他不打也不出奇 但是我相信 37萬外傭 九成九都會打 是不是 那你還在這裡說這些 這麼無謂的事情 為什麼呢 就是說他可以選擇不做 誰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你身為一個局長 你顧及一下那些人的感受 是不是 是不是 反正你也是會推行的 反正也不會有什麼阻力的 你真是沒理由說到這樣 好聲好氣的說 貓毛也要順著劣 你不是的 這個局長已經不止一次是這樣的 你IQ爆棚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你是人 那些外籍容工都是人 都有老母子生的 大哥 是 真的是 好了 看看 陳肇始局長說什麼 他說 從今天凌晨開始 會禁止所有從尼泊爾來香港的民航客機 禁得遲了一點 是不是 那些 有那麼多下落後的國家 如果疫情也沒有什麼好轉 你一早就應該禁了它 禁英國又那麼快 你可以拿禁英國的效率出來禁其他國家呢 還有哪些是跟香港有殖航的 禁了它 又說要外防輸入 你搞到 一進入社區那裡 特區政府就是搞大農諷了 又說要別人怎樣去 強制隔離有一天 根本上就是勞民雙財嘛 就是使得本地人折騰嘛 你那麼喜歡防疫檢疫的時候 你就外防輸入了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第二宗消息 疫苗氣泡就在4月29日開始 正式生效 那些酒吧就可以恢復營業了 但是 當局規定 那些光顧的顧客都要 最少打了第一針 才可以 進去幫診 當然 造成了相當大的不變 昨天就是疫苗氣泡實施之後的第一個週五 到底那些酒吧的 生意是怎樣呢 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昨天在港台節目就說 在計劃生效的第一天 即是星期四 29日那天 酒吧的人流都明顯疏落了 整間酒吧可能有些只有幾個人那麼大把 最多都是十幾二十人 十幾二十人都算多了 老實說 至於昨天又怎樣呢 有記者去 拍攝過蘭桂坊 似乎那些酒吧都仍然 是門可羅著 是拍烏鷹 人流是疏落的 這位張素薇就說 在疫苗氣泡計劃 生效的第一天 那些持有餐廳和酒吧牌照的所謂 餐廳酒吧 生意就不錯 入座率有七成以上 他就說收到有酒吧會員投訴 說這些所謂餐廳酒吧的顧客不需要打針 但是賣相同品牌的酒 生意就被這些所謂餐廳酒吧 搶走了 因為這些所謂餐廳酒吧 他就不是一間酒吧 他本質上其實就是一家餐廳 只不過由於你的酒吧現在要打針才能光顧 人家就不去 人家就不去 是不是 很簡單 飲得去公眾地方 他只是求氣氛而已 有些是求夏文 總之你求什麼都好 你都必須要有一個人氣才行 難道一兩個人在喝悶酒嗎 所以呢 你被人搶生意 也是很正常的 只好怪是什麼呢 就是怪你自己的酒吧業 當初連一個這麼苛刻的條件都接受 是不是呢 那你開不開也是這樣的 可能開了反而更加壞了 為什麼呢 你一開的時候 生意又沒什麼 但是 你又要燈油火納 又要請幾個 員工回去 招待 你的脾肺可能更加重了 本身你 不開的時候只是交租而已 所以這些是他們自己想的 當然啦 搶酒吧客的又何止這些所謂的餐廳酒吧 我所知 在網絡上面看到 不少那些年輕男女 其實就自己 三幾人約了去酒店那裡 購買房子 搞所謂的staycation 就是說那些叫做 中文不知叫什麼 總之就是 幾個人 在酒店房間那裡 喝酒 當然啦 之後有什麼課外活動 我就不去猜測或者想像了 反正那些都是一條出路來的 你沒有說要入住酒店也要打針 對不對 現在簡直是很流行 所以 酒吧業 用顧客打了第一針 作為服業條件 簡直就是觸從的 好了 至於旅遊氣泡方面的走勢又如何呢 目前 國泰的機票 就是炒到上去六七千元 即是去新加坡那些 所以就反映到 其實 都是有市場的 就算 你說去新加坡 沒什麼玩也好 由於實在 那個旅遊業餓了太久了 無論開放去哪裡都好 都肯定有人去 當然啦 但是跟新加坡的旅遊氣泡呢 難以催谷得到打疫苗的人數 我相信 如果 遲些特區政府 跟幾個熱門旅遊地點 談得到旅遊氣泡的話 打針的人數就會飆升 比如說日本 韓國 台灣 和泰國 如果談得到這幾個國家的旅遊氣泡呢 一定很多人去打針 這是必然的 而且呢 剛剛開放了旅遊氣泡的時候 那些機票應該也是很拿來的 即是頭那一陣 現在新加坡就是這樣 我看到在6月中開始 票價就回落了一點 6月頭就搶高了 其實那些機票搶到那麼高 原因都是因為來回程不需要隔離 就是用錢買了那個時間 節省那些日子 所以 如果特區政府要催谷打疫苗的數字 就要跟多些國家談得到旅遊氣泡才行 但是現在也不是說 似乎跟日本 韓國那些談得到 聽邱騰華局長的口吻 就說 澳洲和紐西蘭 就是首選 但是這兩個國家就算開通 其實都吸引不了多少人 特地去打針 打了針的人 可能會去 但是有沒有人為了去這兩個國家 而特地打針 就不方多了 好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